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11月26号的时候 我们有跟部长开了一个会 抗争两年的华融制 就会达成一个协议这样 就说由劳动部去协调 各个债权银行 捐出总共4.26亿 给我们1000多位老公 让他拿回部分的退休金 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妥协的版本 那我们今天会来这边 是因为就连这个版本 劳动部都是一拖再拖 一直摆烂的态度 那这个是我们所看不下去的 而且劳动部一边摆烂还一边说 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撤回 我们对债权银行的分配表意义之处 所以才会一直拖 我们要访问劳动部的是说 你都没有告诉我们 银行的拨款时程是什么 银行的正式承诺文件都还没到齐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策告 今天在拖延摆烂的就是劳动部 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我个人以为我这个路梯已经不用再穿上来了 因为之前劳动部他已经跟我们做好协调了 那我们这群很相信政府的员工 我们就以为说就像熊文部长讲的 我们可以安心过一个好年 结果呢我们这个年也是更往常 十几年以来都一样 我们这个年也是过得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难过 我们就在此啊 对于劳动部的拖延啊 深感抱歉 劳动部从成熊文部长上来 本来还有诚意来解决问题 就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 我们还没看到劳动部的诚意在哪边 劳动部说我们这边拖延不策告 可是呢我们在这边没有得到任何承诺 没有得到任何金钱 你叫我们策告 最后结果还是白浪 我们公平已经背面不是一次两次了 不要把我们当作白痴来看待 我们呼吁劳动部 紧速的赶快拿出你的诚意来解决问题 他们不愿意出来 他们要我们进去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大家有信任基础 在里面谈就好 这什么态度啊 你如果可以承论我们 为什么你不在这么多媒体前面 像一样的交代一下 让社会大众都知道 又要我们进去谈 我们今天会站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的沟通管道 分配委员会 没办法让我们得知我们要的讯息 我们在上面问什么 他们总是说再研议再回去问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 结果我们今天都在这里了 你还不愿意出来 在先前这个地方 选前承诺捍不等 选前承诺好过年 如今宠难又突然 如今宠难又突然 选前承诺好过年 如今宠难又突然 如今宠难又突然 핑铉 玄秀 卿จaje 正在图 家 在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